您好 欢迎您能够与我们一起来探讨 统一原理序论 人无论是谁 都想要避开不幸 并且为了追求幸福 努力奋斗 从个人的些微小事情 到能够影响 一个国家的历史的大事 左右世界的大事 终极目的 都是想要来追求一个更幸福的人生 但是什么是幸福呢 幸福要如何追求才能够得到它呢 每一个人都在追求 但是今天十之八九的人 他们都觉得自己不幸福 不如意 为什么会这样子 幸福是当人的欲望得到满足的时候 谁都会感觉到喜悦 谁都会感觉到幸福 但是我们一说到欲望 我们会常常误会它的本意 也会说是欲望是不好的 这是因为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 欲望倾向于恶的方向 比倾向于恶的方向更容易的关系 但是人的本性也明白 当这种指向恶的欲望得到满足的时候 它并不能够带给我们真正的幸福 即使有那种满足感 也是虚假的短暂的 只有在人真正善的欲望 人的本性所追求的善的欲望得到满足的时候 才能够带来真实的永远的幸福 所以人都是希望能够按着自己本性所指向善的方向 追求善的欲望的实现 来寻找真正的幸福 但是我们常常会不知不觉当中 就会受到学心出来的恶的欲望的诱惑跟驱使 结果去做了不好的事情 因此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可以说是有这两个对立的心 这两个对立的心 就亮成我们内心里面的矛盾心 我们明明知道血气是不好 但是就没有办法克制我们自己的愤怒 明明知道不可以撒谎、欺骗 但是我们就没有办法克制我们自己去隐瞒 可是我们也知道淫乱是不对的、不应该的 也没有办法克制自己的群意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常常会发现到许多的挣扎、许多的争战 然后带来的懊恼、悔恨、痛苦、后悔 这样子内心里面 许多许多的面临着抉择的时候的挣扎 就是在圣经里面有一位很有名的修道者 叫做保罗 他在罗马书里面所提到的 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 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了 我真是苦啊 有谁能够拯救我脱离这痛苦的瑕疵呢? 所以我们知道在一个个体里面有这样子的矛盾性 当一个个体潜藏着这样子矛盾性的时候 非但不能够带来幸福的状态 相反会导致破灭的结果 内心里面的矛盾 以至于他没办法正确的选择善恶 于是做了坏事情 这样子坐牵犯科以至于身败名裂 家庭里面的矛盾导致了家庭的破裂 仇恨、恐惧、无知以及不道德 今天的社会乱象层出不穷 国家也出现了许多的问题 整个世界充满了战争、混乱 这都是因为从内心里面的矛盾性 导致个人、家庭、社会、国家、世界 面对着今天这样子悲惨的实相 但是人也并不是说就放着这样子的状况 而就不管了 但是人有本心 人还是想要追求善 人还是想要追求幸福 人还是想要来脱离这样子痛苦的瑕疵 所以就想要追求真理、打破无知 人想要追求真爱、免除恐惧 希望能够找寻真正的自由、除掉不道德 人和人之间彼此互相的信赖坦诚以见、以爱 共同来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理想的社会 所以人一直的努力在过去历史里面 就想要来找寻这样子的理想 可是我们知道 人的心的欲望跟体的欲望 这是从人的心跟体方面展开来的 所以心跟体是没有办法分割的 心跟体是一体的 因此人的欲望、心的欲望跟体的欲望 追求的一个是心灵的幸福 一个是物质的幸福 这两个都要能够合一起来 才有办法真正的幸福 如果你追求心的满足 而不顾遇现实物质的生活 这也是遗憾 你只为了追求现实物质的满足 而不顾遇我们心灵的喜悦 这也是痛苦 所以我们看到 在修道人过着这样的清高生活里面的时候 他们也有着来自现实世界的诱惑 而世俗的人们追求物质的幸福的时候 他们财富有了 但是心里面空虚并不快乐 所以人为着努力想要突破这种不幸福的状态 从两条道路发展过来 一个是想要从人的肉身、人的体的这一面 来解决人生的问题 这样发展过来就是科学 科学追求着外的知、外的真理 自然世界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 想要探明自然界的法则 物质的根本、物质的本质是什么 发展科技、创造适合人生活的物质环境 今天高科技发展的结果不可否认 我们是过着极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的世界 生活非常的便利 在家里面有电名箱、有电视机、有电话机 出门、有汽车、有火车、有飞机、还有电话机 非常的方便 现实的物质生活面能够是处在一个非常高度幸福的状况 另外一个人的心里面通过宗教跟哲学 想要揭开人内在的无知、探求、内在的真理 他们想要解明人生的目的是什么 想要解明这世界有没有根源的存在、神存在吗 以及什么是绝对的善、什么是绝对的恶 有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 爱又是什么 有没有真实的爱呢? 这世界是探讨着心里面的问题 所以人如果要从不安、恐惧、痛苦的状况里面出来的时候 不同人的心跟体是不可分割的一样 所以内在的心灵的喜悦、外在的物质的喜悦 都要能够合理起来 也就是说宗教跟科学 如同是解决人的心跟体的问题 而不可分割的 宗教就不能够离开科学 科学不能够没有宗教 所以非常有名的学者爱因斯坦 他就曾经讲过 说科学不能够没有宗教 科学如果没有宗教就是瞎子 宗教没有科学就是茄子 不全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 宗教跟科学它是扮演着要打开人内外两面的无知 找寻内外两面的真理 寻求内外两面的幸福的道路 心跟体合一才能够成为一个健全、完全的人 所以宗教跟科学也必须要能够合一 他们所追求的是同样的一个目标、一个目的 人才能够真正地达到幸福 但是今天科学发达的结果怎么样子呢? 我们发现到由于科学过分地强调理智跟物质 由于他不重视人的情绪的一面 虽然知性很高 但是我们发现到他不怎么样地来 他不知道怎么样地来调和他自己的内心里面的情绪 我们说EQ很高或者是IQ很高 但是这两个并不相等 IQ很高的人他反而是EQ呢? 不知道怎么样去调食 那中生物质的结果呢? 使人们陷入于公益主义 有钱的人声音就大 有钱位的人讲的话就是对 变成这样子 结果带来更大的魄力 然后缺乏道德的意思 都不顾道德 罔顾家庭伦理等等 给社会带来更大的混乱价值观的错乱 并且由于科技的发展 人们对现实自然资源自然环境的迫害比以前更厉害了 造成生态社会的污染以及能源的危机 在科学发达我们看到还是有战争 在科学发达我们看到很多地方还是有饥饿 很多地方有污染等等 所以科学是不是真的带给我们幸福了呢? 实在有其声势的必要 那当然